这首边是台博董事长林伯峰 另一头拿起茶杯的则是前监察院长陈旅安 他们都是这家大陆普洱茶商的会员 年营收台币110亿元 但现在看中台湾这块市场 想进军却没这么容易 不是遗憾我觉得非常的生气吧 几百页的证明文件还是换不回商标权 原本早在2003年就登记 隔了十年却被台湾人恶意抢标 看看登记内容 被指控的厂商也有登记农产品跟饮品 就怕现在流入市面一斤20万元起跳的普洱茶饼 已经出现仿冒的 作为他牙膏的商标 但是被北京智慧参商法院判决撤销了 但是在台湾却被我们智慧参商法院所接受 在食品这一块他却没有撤销 著名程度可能只有局限在某些商品的时候 他要主张把货的范围也不能无限扩大 三年内他有使用的事实的话 那这样子就可以来维持 但这个案件早不是新闻 大陆企业进军台湾向来就要过五关斩六将 反观台湾鸿海旗下的富士康集团 去上海证交所IPO却是畅行无阻 申请案36天就通过创下新记录 还有热腾腾的31箱会台措施 听在本土创业家耳里直摇头 当我去大陆的时候发现 比如说办公室免费以外 你说的员工在外面租房子 他甚至补贴你60% 我们想要去东南发展 就会发现其实第一个手续非常复杂 而且对于这个相关工作人来说 他觉得税很高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在台湾工作 好人才只出不进 让新内容新商机在台湾无处发挥 这些青年只好哪里又会往哪里去 也难怪让西晋成了他们的首选 向王志文周迪也台报道